大家好 最近說中國有一個新的病毒 跑了出來 叫做新布里亞病毒 全國已經有六十多人感染到 死了七個 這種病毒其實要經一隻蟲 才可以感染人 幸好這隻蟲 香港其實也有 究竟有多人害怕呢 今天就和大家看一看 這個新布里亞病毒引起那種病 它叫做SFTS 傳寫Sever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聽過名字都知道它有什麼病徵 就是說嚴重的發燒 Thrombocytopenia Thrombocyt就是血小板 Penia就是小 就是說會令到血小板降低 血小板凝固血液 血小板不夠的話 可能會出血 在皮膚出診 有部分人就會肝臟 腎臟衰竭 會死人的 我剛才說過 這種病就叫經過一種蟲 才傳染到人 這種蟲就可能咬了其他 帶著病毒的動物 在動物身上吸血後 在體內就儲存了這些病毒 如果這隻蟲再咬人之後 就會將這個病毒傳給人 醫護人員如果是處理這些病人的時候 接觸到大量這些病人的體液的話 都會傳染到的 所以理論上是會人傳人的 好 那就講一下 究竟是什麼蟲 就會傳染 新布里亞病毒 那這種蟲呢 叫做皮蟲 其實皮蟲呢 嚴格來說不是昆蟲 其實比較近似蜘蛛那類的 那這種蟲呢 又不是跑得快 又不會飛的 它主要靠吸動物的血去生存 那它真的很像吸血僵士 它每吸一次血 那吃了大餐之後 它的生命就會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再變成一個更加成熟的蟲 那這些蟲那麼差 那究竟去哪裡咬人 蚊都會飛到周圍咬人 那其實就很被動的 那它這些蟲呢 就通常在草蟲裡面 爬到草蟲的尖尖那裏 在草蟲的頂那裏就這樣貼住 那它會做什麼呢 那它呢就會伸開那些手在那裏 在那裏 動來動去啊 那樣 賣來看賣來看賣來看 啊 等人啊 或者動物呢 就經過的時候呢 抓住人的皮膚啊 或者抓住動物的那些毛啊 那這樣就爬上了人 在動物身上開始吸血的 那有些人會說 嘿我都沒見過這隻蟲的 我在郊外都沒見過 從來都沒見過 不怕 這隻蟲呢 非常之小粒的而已 就是這個尺寸呢 那當然有大有小啦 那但是呢 一般來說呢 就你預計它好像 就是大家吃麵包 那些鵪叔子 就是黑色的那些 小小粒的那些 那些那些的尺寸而已 那所以很難發覺的 那雖然說這個病呢 在香港真的沒有紀錄過 不過呢 大家要留意其從呢 其實它不只是帶著新布尼亞病毒的 新布尼亞病毒呢 只不過就是其中一種新的病毒 是有機會由這些皮蟲身上傳染給人 那這個皮蟲呢 真是非常之邪惡的 起碼呢 有百多種病菌病毒 可以帶在它身上的 那如果你不幸運 被它咬到的話呢 未必真的有新布尼亞病毒 那但是呢 就可以有一大堆其他病 可以感染到 甚至呢 一次過它傳染幾種病給你都可以的 那這些皮蟲呢 其實在香港是有的 不過呢 它最常見呢 就引起一種病 叫做Spotted Fever 大家都聽過早派新聞呢 那個Justin Bieber 那個加拿大唱歌的那個呢 那他就感染了一種病 叫做Lime disease 就是叫做Lime病 Lime其實是一個地方病來的 這種Lime disease 就是由這個皮蟲感染的了 那它感染了之後呢 就會發燒周身骨痛 甚至有些會影響心臟 那香港比較常見的 一些皮蟲感染呢 就是Spotted Fever 那那個病症呢 就發燒啊 會出診啊 那這些病呢 你不要說看少它 其實呢 不管的話 因為它的病症呢 很不明顯的 那有時候你以為是 傷風感冒 周身骨痛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病 或者你沒有說說過自己曾經去過郊外 那醫生有時候沒有留意到呢 有得它變為嚴重的話 真的會拿人命的 那既然說得那麼得人害怕 那有什麼預防方法呢 那好像我剛才這樣說呢 其實那些皮蟲呢 就在郊外那些草蟲那裡是最多的 那所以呢 大家要郊遊的時候呢 因為近年呢 大家都很多人都 就是 行山都要尋求挑戰嘛 正常的路就不喜歡走 沉悶了頭 那就可以爆臨啊 如果你走入草蟲 尤其是呢 現在的人行山呢 就越穿越少 那你沒有那些保護的衣物 那就真的有機會呢 就被這些皮蟲咬到 預防方法呢 第一樣東西呢 就去郊遊的話呢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 預計了會爆臨啊 會走入那些草蟲的地方的話呢 那就記住呢 要塗這個DET防蟲劑 那起碼呢 就20-30% 這樣就最穩陣啦 天天不太熱呢 大家就自己買要穿長衫 長褲那些就最好了 那那對蜜呢 最好就套落那條褲 那就防止那些皮蟲 在那些腹腳的那些縫位呢 走入去 大自然啊 當然美好啦 但是呢 其實都陷藏很多危機的 那好 現在很多人喜歡回歸大自然啊 去到有大草地啊 那些植物堆的時候呢 就躺在那裡 覺得很享受那樣 那大家呢 就千萬要小心啦 因為呢 你這樣做呢 那些皮蟲呢 就最歡迎 那還有大家在那些草蟲啊 爆完臨出來之後呢 最好呢 就看一看身上 或者呢 就叫朋友呢 互相看一看身上呢 那些衫啊 那些摺位啊 那些衫袋的邊啊 那些車線的那些位呢 有沒有這些這樣的蟲 有呢 就一定要清掉它才行 最後呢 我也想提一件事 因為最近呢 很多人問 新冠肺的那些藥物的問題 那我其實呢 就之前兩條片呢 我就拍過那個關於說 用癌細胞醫新冠肺 以毒攻毒那條片的 那條片的 那條片主要說呢 用雞尾酒的抗體療法呢 去醫治新冠肺病毒的 那其實那樣東西呢 是很有機會 是一個相當天然 沒有什麼副作用 又會非常有效的 預防和治療新冠肺的方法來的 那但是呢 就收看的人很少啊 可能大家以為很悶啊 都鼓勵呢 大家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 去看一看這條片 多謝大家先 請你點贊 留言 還有訂閱 按下個鐘仔 下次再見 拜拜